好 我們剛在討論上半身入鏡還是下半身要入鏡 我說上半身就好了 因為下半身是短褲加拖鞋 請千萬不要再鬧了 老闆有說要開始準備一個商業箱的社團頻道對不對 為什麼要做商業箱的社團 因為在我七八年前 我們開始投入香水的銷售的市場的時候 我去看了好多台灣進口商的報價單 結果大家其實做的商品都一樣 因為進口商進來之後 它還會鋪給例如有一些盤商中盤或者是小盤 那當時網路還沒很 網路銷售還沒很盛行的時候 他們多半都有自己的既定的實體店面的通路 那批出去有時候實體店面看到客戶反應 喜歡什麼 然後就回頭跟進口商叫 那進口商就在跟國外下單 結果再叫永遠是一個封閉式的循環 你想一下這個流程 客戶能夠買的永遠就是這幾款 然後這幾款當中 他們又只找到了這一兩款 假如說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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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那客人就從這五款裡面去找到自己喜歡的兩款 然後喜歡的兩款之後再反應 銷售反應數字會講嘛 那盤上再把這個訊號PASS給 回來給這個進口商 那進口商就是跟國外下單 永遠就是這五款之後的兩款 所以這個市場其實就是被這樣的一個封閉循環 一直在那邊轉捲 一直在那邊繞 那我覺得奇怪怎麼再賣永遠都是這幾款商業箱 當然我覺得這幾款商業箱真的是很棒 我必須這樣講明星就是明星 但是當我開始這四五年開始接觸國外的報價單的時候 我一開始是先從沙龍箱開始 但是我也看到同時看到很多商業箱 原來在國外我們台灣常賣的牌子 其實就這五個品項然後兩個美衣商品一直在賣 結果其實國外有二三十個 光這個品牌的系列就二三十個 怎麼都沒有人要介紹 所以我必須要打破這個循環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供應商的責任跟價值所在 所以我預先把這一段影片錄下來 當作首播要跟大家宣傳的一個信念 那我會打破先前我們原本以為自己接受到香水市場 是很知識是很豐富的 廣度是夠的其實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必須要重新定義這個香水這一塊市場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當我們學得越多才發現自己懂得越少 我覺得我邊做就有越來越有這種感覺 當我一打開國外香水的路徑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我們台灣市場原先懂得的 就是這麼一丁點而已 所以還有冰山還很大 我們還要開拓其他99%的市場 所以請陸續跟著老闆的腳步走 我們一起介紹商業市場的香水給大家認識 希望你會喜歡我的新的商業香的頻道 歡迎你加入 如果你是沙龍的客戶就不要再加了 你就是歸類在沙龍 歡迎新的朋友加入 小幫手可以幫我切一次 我先講這邊